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借助第三方刷机工具就可以快速解决了 而且苹果也有iTunes刷机方案 但提到刷机很多人都会望而却步 而且风险还不小 小编建议还不如使用苹果官方的解决方案 一起来看一下步骤吧 首先使用苹果设备打开查找我的iPhone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登陆iCloud的网站 然后输入自己的苹果ID账号与密码 找到查找我的iPhone 接下来千万不要选择移除设备或者锁定设备 注意要选择的是抹掉iPhone 抹掉数据的时候不要将iPhone关机 过意销毁 iPhone就会提示你需要重新激活手机 接下来只要重新激活你的iPhone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刷机也能解决忘记锁平密码的烦恼了 各位小伙伴们get到今天的技能了吗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关注品康科技 参与最新酷品牌送活动 了解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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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咯